哈喽各位同学 欢迎回到课程 这个单元是来简单做个课程的介绍 那我们这门课的课程名称叫做程式设计与智慧应用 而我是合成员老师 假如你想要对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扫描下面这个QR Code 它就会连到我的个人网站 里头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或者你也可以看上一个单元 我的自我介绍的那个影片 那我们这门课的教学目标 是希望可以让同学们了解安卓手机的程式设计的流程 并且我们会一一在各个单元上做一些介绍跟教学 像是有视窗介绍多媒体或者是Google Map等等的介绍 那我们这个安卓手机的开发我们是利用APP Inventor 2或简称叫AI2的这个软体来做设计跟制造安卓APP的执行档也叫做APK 那这个APP Inventor它的写法它的语言 它的程式语言写法很像热高积木 它是利用各个积木来做堆叠 然后并且改里面的一些数值 然后来让它达成我们想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也可以在学会APP Inventor 2如何设计安卓手机的APP之后 也可以设计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像是说我在某某的事情 我就想到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APP来做执行 那我们这门课它有一本参考的书目 那它的书皮长得像是右下角这个样子 那这门课所用的书叫做手机APP程式设计与智能应用 那它的出版社是普林斯顿出版社 那作者都是亚洲大学的老师们所撰写的 那它在去年1月做了第一版的出版 要是同学们想进一步的了解课程内容的细节 那可以参考这本书 那在我们的课程安排里面 我们总共会有几堂课来做安排 像这边就列了前八堂课 像我们第一堂课会是先了解一下什么是APP Inventor 它会从登录APP Inventor 然后到下载来使用它的模拟器 或者是另类其他的模拟器来模拟安卓手机上的环境 然后我们也会介绍AI2的环境 然后再来就是包含它的界面设计与程式拼快等等 那我们也会做第一个应用程式 叫做Hello World 这一支应用程式 那接下来在后面的几堂课 就会分别来为专门的元件 或专门的内容来做介绍 像是第二堂课就会介绍界面配置元件跟文字textbox的元件 然后再来第三堂会来介绍常数与变数跟image元件 再接下来懂得常数跟变数之后 我们在第四堂会来介绍算数与支算的运算 然后会来教slider元件 怎么来用拖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数字 然后第五堂会来说明运算与逻辑 然后跟我们会来介绍checkbox的元件 第六堂会来介绍条件判断式 然后还会再来介绍多个萤幕切换 因为很多app都是有多个萤幕 不太单单只有一个萤幕而已 那像第七堂会介绍清单 第八堂会来介绍回圈 那这些都是用乐高积木的方式来做组成的 而后面第九堂开始 它就比较算是进阶的部分 因为它会用到像是有资料库 远端资料库 或者是其他的元件 像是第十一堂课有提到的绘图动画 或甚至用到手机app的感测器 像是有加速感测器或位置感测器 甚至还有它的蓝牙通讯 或甚至像最近热门的人工智慧 我们会借由影像辨识的元件 然后来让我们的安卓手机的app可以做到影像辨识 那以上这十五堂的课程内容 就是我们在这门课所安排的课程内容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课程安排